大學除了必修的讀書、愛情、社團三大學分 理財也是一門重要的課題 透過理財規劃和設定財富目標 不僅能找出生活中無形的開銷 更能利用這筆財富規劃更精彩的生活 老時候家人有慢慢幫我存了一筆錢 然後我也覺得現在可以開始 對未來開始有一些規劃 然後就開始從那筆錢去學習一些投資或股票相關的東西 就是對未來的財富有一些開始做一些規劃 基本上我家裡每個月給我基本生活費 那這個就是拿來吃喝玩樂 那因為我自己有在接差不多三份家教 那家教多了錢就可以拿來投資 那想說輸了也不會怎麼樣 贏了就當作賺經驗 我主要是買ETF還有像是關股金控 像是兆豐金中信金和庫金這一類的 就是它的波動會比較小 然後就是每年去領它的配息這樣 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算是初學者 我還不太敢去操作一些比較複雜或者是波動比較大的股票 就是以穩定為主 像以後學習久了才開始可能去買一些賺價殺股票 多數大學生會認為相關科系的學生比較容易接觸到投資理財 因此會懼怕這個陌生的領域 但由於學生理財風氣逐漸普遍 校園中不僅開設了相關內容的通識課 讓其他科系的學生也能從零基礎學起 更有理財研究規劃的社團 在學習之餘還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覺得跟科系或者是你的背景比較沒有關係 主要是去學習一項新東西吧 就是其實理財這方面其實你也不用特別說你有什麼背景 其實你只要去願意學習或者是多聽多看的話 其實只要是一般人都可以學會這些東西這樣 像是Youtube或者是NB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投資大師 他會給你講一些國際現況或者是一些股票的概念 主要是從那邊學 然後學校其實也有辦一些投資的講座 像上禮拜好像是通識中心就有辦一個定期定額的講座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報名參加去聽 然後其實從這些也是學到蠻多的 大學生在資金方面有限 在投資理財時需要按照財務體質調整 對於初次投資理財的大學生來說 有許多正確的觀念需要建立 在風險承擔的部分 更需要評估自己的財務能力 以免血本無歸 大學生跟研究生他們在財務的狀況上面或許有能力的不同 那我們就要談到理財 那基本上就是已經具備了一個儲蓄的一個能力 那之後才去談如何去理財 投資理財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剛才我們提到就是一個風險承受度 那風險承受度就是說 你萬一你的投資完全徹底的失敗 對你來講沒有任何的影響 這個稱之為風險的承受度 你會常常聽到任何的投資都是具有風險 但這個風險你要仔細的看你自己的風險承受度 所以這是在告訴我們 你必須衡量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們剛才有提到 是你已經有一個多餘的儲蓄 我們再來理財 因為你這時候才會有足夠的風險承受力 如果是你並沒有這個儲蓄 但你又很想要理財 你又去借錢不買這個投資商品 這個事實上已經離開了理財的一個本質 你已經開始在做一個投機的一個行為 對於剛入門的學生族群而言 追求穩健的報酬 遠比高利潤的投資來得重要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對於大學生的財務體質來說 是許多人的選擇之一 因為你講投資就是你希望 有比較高的報酬 但又希望你的風險 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下 那這個ETF呢 基本上會幫你自動過濾 假如說這家公司的這個體質 在最近的表現開始惡化 那麼它就會被等於是除名 排除在這個ETF之外 它就會補助一家具有這個競爭能力 而且有很好能力的公司又補進來 那這就是ETF 所以ETF呢並不會像投資一般的股票 就是你只要萬一它惡化的時候呢 你就血本不會 所以這個投資ETF呢 基本上呢不但會讓你保本 而且呢會讓你爭議 會爭議 所以這個ETF應該是很合適 這些具有儲蓄能力的同學 來當作一個開始 理財對大學生來說 並不是困難的領域 操作投資規劃 也能培養對於經濟脈動的體察 大學生能夠有一個理財的觀念 不但是培育你在一個人生的過程 你一個長久的一個理財規劃 而且也能夠讓你的視野慢慢的注意到 財經的一個脈動 也注意到本國經濟的發展 甚至你還可以注意到全世界經濟的發展 讓你的視野更加的擴展 理財是一門藝術 每個人的投資規劃和組合都不盡相同 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和理財需求在進行投資 才是投資應有的正確心態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